歡迎收看 一絲好辣 介紹那麼帥哥美女 好辣一絲團 女人真的好辛苦 今天好辣一絲團要來告訴大家 女性一生中 會遇到哪些健康問題 讓疾病產生無法擋呢 好辣軍團們 又有哪些委屈要來深淵呢 大家好 女人真的很辛苦 雖然女性平均比男生高 但是跟男性相比 女性的疾病就更多了 因為她負擔的滿多的嘛 對 我們今天要討論這三樣 現代盲智女性的健康大敵 古早傳說 古早傳說呢 它就是呢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 我們應該都知道 女生生理期的時候 是不能夠去廟裡 哪相拜拜 但一直都不知道為什麼 但還有一件事情 就是之前在拍戲的時候 女生如果生理期來的時候 其實是 會被罵 以前也是一樣啊 在部隊裡面 我們去那個繞軍 有時候那個 有的女生就不能爬到坦克上面去 大炮也不能碰 因為怕會犯禁軍 那個大炮會故障 真的啊 所以那個怕我們也太厲害了 把一坐他就壞掉 不是 這以前就 不是只有台灣啊 你看印度那些 也差不多是這種禁忌啊 所以這種禁忌 不過 其來有志吧 我不曉得 第一個要討論 到底對於女性來講 有哪些傳說是有禁忌的呢 坐月子的時候 是不能洗頭的 這很常聽到 對 這就是女生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好像 從以前到現在 不管是長輩啊 甚至只是朋友之間 只要有人懷孕 你就會說 那你多久洗頭 你撐多久 你撐多久 可是其實 你養死了 這就是一個很蠢的事情 而且就是坐完月子 然後 而且在坐月子期間 大家都來看你 你就會覺得 不能洗頭這樣見人真的是 但是我有聽說 我有聽老一輩人講說 不能洗頭是因為 以前那個時代 洗頭很容易著涼 感冒就不好 但是現在應該就不會有這問題 現在還是會 因為像我低胎的時候就是 其實我一懷孕 我就想說 我就立刻聯想到說 坐月子要撐那個 不能洗頭的日子 壓力也太大 然後真的 我進去 開始坐月子的時候 我就每天在那邊 我就頭很癢很癢 但是你又不能去洗頭 妳會偷洗嗎 第一胎根本不敢 就是你真的就是 所以你真做了一個月 一個月都沒有洗頭 我基本上是快要滿 而且你知道到後來 那個頭整個是由到 你要餵小孩喝奶 那個頭黏在小孩的臉上 你會覺得很對不起他 而且自己都覺得有點鬆 就是很可憐 那不怕有什麼獅子跳肘了嗎 但是沒有辦法 人家就告訴你說 二十幾天 你洗了就不好 我真的撐到了 已經後來受不了 我快要出月子的時候 我就有一天就 打電話給那個櫃台說 我真的受不了 我很想洗頭 他就說 好啊 我們可以幫你 預約洗頭的 有人幫你洗 對 然後他就來幫我洗 結果一洗我想說 我到底之前在忍什麼 超舒服 而且他們還會用薑 然後幫你洗的整個 不過是現代的女性 之前真的是這樣 你看 所以有人女生在一起聊天 你跟我講 這個好像是真的耶 你看 國外人馬上就下來洗澡了 對啊 都要到老了腰痠背痛啊 什麼 那應該是別的 這只是古早傳說 傳說 所以我們今天針對這一點 請醫師來幫我們解答一下 請問那個蘇宇 那你那兩胎 後來結構有什麼不同 結局 第二胎就是馬上洗了 對 也沒有什麼 不一樣 沒有差異 對 可語嗎 可語洗頭 我分享一個案例也是很有趣 有一個副理長 本身就是我們產科的副理長 他年輕的時候 結婚 跟公婆住在一起 那第一胎也是跟他說 你不能洗頭 你不要假髒 不要以為你是副理師 就怎麼樣... 他是是... 就緊自在心 因為他住一起 他也不敢洗 所以忍了一個人非常痛苦 第二胎又忍耐了一陣子 就第三胎生完以後 因為他搬到 跟公婆不住一起了 他想說 他這麼一直癢 我看不要像上次那麼痛苦好了 偷洗一洗 也沒事啊 過幾天再洗一次 也還是沒事啊 就這樣洗了好幾次 洗到葉子完 他某某問他 他說沒有... 都沒有洗... 結果後來他就跟我說 我說那結局呢 他說現在已經... 第二胎已經十幾歲了 我說這樣 也沒頭痛 就是說因為古代我們的 這些很多傳統都來自 中國的那個中原 就黃河流利 黃河流利是一個 比較寒冷的地方 那他們就會禁忌一大堆 那古代的房子 又是那種茅屋 對 不像現在 風都吹不進來 那茅屋有沒有吹風機 沒吹風機 所以他們是... 真的是怕風寒 古代的人 他們限制一大堆的 所以我說你說現在洗頭 馬上就吹乾了 怎麼會有問題 我媽媽那一對的 可能真的是這樣 現在不會了 現在年輕人當家了 慢慢... 而且月子中心都很棒 服務超好的 對... 不過這個就是 我事實上之前因為婦產科 然後常常有人問這個問題 我就去研究這個 探討這個問題 所以大家都只有聽到說 不能洗頭 事實上下面還有一句是 要做清潔 要用酒精去擦頭髮 去做清潔 為什麼 為什麼要用酒精 因為酒精是會揮發的 是可以做清潔 所以就是用酒精 或者說有人說用米酒 那我之前就是曾經在那個 月子中心 因為他們事實上還是要 婦產科醫師定期的去查房 那有一次我去查房的時候 就發現那個房間是發出那種 惡臭味 因為晉晉你又很受不了 那你也知道那個月子中心 越高級的月子中心 你去查出語的房間 沒有 他講出來 他那個可能還有蟑螂擺 沒有 因為月高級的月子中心 那個他們的服務品質越好 你怎麼搞 那些護理人員都會... 忠耐就對了 這樣講出來 不會講出來就對了 對 都不會講出來 那我去查房間 因為我們就剛去 我們說 怎麼味道這麼難聞啊 然後他就說 那個是... 是因為我都沒有開空調 要維持那個 那我說不對 這個味道已經有惡臭 我們就像那個桑口那種 那種惡臭味 看一下 桑口也還好 結果後來一靠去 那個頭髮的味道 真的是很受不了 結果我發現 他那個整個頭都已經爛了 就是那種 後來我剛才講說 你這個不只要趕快那個 我建議你把頭髮 尖得趕快理到最短 然後就是說 清潔跟抗生素的使用 對 為什麼外國人都沒有坐月子 外國人 其實坐月子是我們... 不是說絕對哪邊對哪邊錯 我們華人的習慣 就有很多補的那個概念 而且古代的人營養差 你知道嗎 只有靠這個 我記得我小時候 有時候媽媽還說 阿姑要來 就來 才可以殺雞 你要吃蘋果 那你現在每天吃不可能 現在還不想吃 看到蘋果 怎麼又是蘋果 對 以前很珍貴 對... 這以前很珍貴 所以以前我們都 那種農業社會 對這種變成一個補的機會 一定要好好的 那當然中醫本身 大概可能也認為 我們這是一個 改變體質的好時機 對啊 先生期 產後跟更年期 對 我們太多女性的疑問了 就是要有人說 你月子做好 你身體不好會反轉 對 如果你月子沒做好 好的身體也會變壞 中醫師真的是這樣嗎 對 畢竟你生完一個小孩 整個氣血虛弱 所以我覺得在這段時間 就身體是重新調養 以前在沒有那麼好的設備的時候 保護好 就有些禁忌 是有它的時代背景 是 這裡面只有你沒有洗頭完 是 哪有 我第一台撐了七天 七天嘛 你最久啊 我第一台也沒有洗 很癢 後來我就戴帽子 好痛喔 真的 好癢 你應該是更癢嗎 不是 因為 為了好看 對 人家來找你 說把包全部包起來 還可以換顏色 對 還戴髮 戴那種 就是又沒洗髮 所以將來你們的媳婦 你會要求她坐滿嗎 不會 我生小孩 我每天都洗頭了 對 也不夠這麼意氣認識 反正還每天洗頭 這麼說除了洗頭這個經濟之外 長輩還會講說 你生完小孩之後 尤其坐於此期間 不能隨便出門 那可能是很害怕說 出門就會受風寒 那我自己的推斷 當然是覺得說 應該是以前古代的時候 生小孩 你如果產到有獵傷 都不是無菌處理 所以本身在處理那個傷口的時候 就很容易有感染的狀況 但古人可能會覺得 那個是因為你到處亂跑 造成細菌感染 所以不太準那個 坐月子一天媽媽出門這樣 所以我那個時候 生完小孩也被禁足了這樣 那禁足了以後想說 那就看著那個月子中心 外面窗外就很想出去 可是也沒有朋友會約你 因為只要你 就是一講到這個想說 那你要不要出去玩 想說什麼 你在坐月子不是嗎 然後大叫掛你電話這樣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 這什麼地方不能去 都快要悶出憂鬱症來了 我就接到了一通救命電話 就是好辣的打電話來給我 他說 張醫師你會幫我推薦一個 可以講那個 痔瘡跟大腸癌關係的醫生嗎 我會這樣 終於可以出門了 這是我生完小孩的第七天 我好像有印象耶 我那時候來的時候 那個婆婆就沒有看到人 就會問這樣 我老公就說溜了嘴 然後被唸了一陣這樣 老公好 我是沒有失錢保 我這邊有一個很古早的傳說 就是大家一定都想知道 就是 懷孕的時候不能吃別人 不是懷孕 平常也不能吃 怎麼就是我懷孕 女生 對 這個不用看 這肯定的 我懷孕的時候就常覺得很燥熱 然後口乾舌燥的 對 那我那時候就是 幾乎天天都是喝冰沙去解熱 那我一天都喝一杯綠豆沙 那那時候長輩就是看到我 就想說 怎麼每天都在喝冰的 那你都不怕傷到小孩的氣管嗎 我們是 真的不可以吃冰 對 真的不可以吃冰 大家想想看 剛剛提到這個作業子 那很多人到國外生產的時候 都會有一種經驗 就是說吃完 那個生完以後 他就發一個冰淇淋給你 對啊 獎勵你啊 對 不是啦 他是最重要的 冰淇淋 冰淇淋 他重點是因為他冰的東西會 可以減少產後的出血 那也是一樣就是說 有些人就是說 在月經期的時候 如果吃那個冰的東西 會講說熟起來 就好像沒有血一樣 那很多人有的時候 產了那個毒排不乾淨 就是說每個人哪有那麼多毒 事實上是因為子宮收縮 所以有些人真的那段時間 如果你吃冰了的話 就會覺得那個 那我們在懷孕的時候 你想想看 如果說在早期 這種不正常的公縮 可能造成這種 那另外一個事實上就是說 吃病人的東西 也會讓你的 也會受影響 所以一般我們覺得說 不要 真的不要吃太多 有的人真的是解解慘 因為真的 懷孕的媽媽也很可憐 那也很多人就是 那個胃口會改變 那你可能特別 就喜歡吃什麼東西 又特別不能吃 那我們是認為說 可能少量一點點解解慘 是OK 事實上不是為了孩子的氣管 是為了說它可能會有一些 風險 早產的風險出來這樣子 對 那另外一個 為什麼說不能吹風這件事情 事實上是說 因為我大概看到一些古籍 他們是認為說 最主要的問題是在哪 是那個剪刀 就是說我們斷期的剪刀 因為你那些金屬的器材 如果沒有做消毒 還有傷口的處理 事實上那個是 就是我們現在的那個 病人有時候剛開始的時候 事實上它會發燒 然後全身會抽筋 那這個抽筋發燒之後 是不是跟你在 遇到冷風的那種 氣味寒的那種感覺很像 對 所以他們誤以為說 你因為你吹到風 所以你才會氣味寒 事實上是 那很多人說吹了風 然後什麼頭風什麼 那到最後都掛了 那事實上是 破傷風的感染 造成這樣子的問題 別忘了訂閱我們 YouTube頻道 並按下鈴鐺 收看我們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采的內容嗎 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 這段影片 請下個抽筋 就會先把子拼凍 在這段影片 就先把子拼凍 給我一段影片 就先把子拼凍